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宝宝 它是单排轮 全国冠军 我们有请来自 陕西十全了不起的孩子 黄古灿 哇 太棒了 宝敬姐姐好 梅菲姐也好 我有一种感觉 我们是叫错人了吗 不是 为什么不滑着这个出来 拉着小鸡出来呢 对呀 小时候给我们看多才多艺嘛 是吗 你是自学的吗 是的 学了多久啊 两年 你参加过全国比赛是哪一年 今年 冠军啊 都没有人教你 你自学就学成了全国冠军啊 我想到国外出去散散 进国家队 进国家队啊 多大才能进国家队啊 就是90岁 我小了一岁 90岁是吧 你今天还差一岁89 你多少岁 再三岁 三岁 可能 哎呀不要计较这么细了好不好 你每天练多长时间 每天练三四个小时 哇 你跟我说实话是你喜欢 还是你爸妈逼你练 我喜欢但是我 但是我练的时候 我爸爸老是凶我 那就不是你喜欢 是你爸逼你 不是 是 就是 是 不 这么小的孩子练到这种水平 都要经过不是一般的那种磨练 我们先来看一条片子 因为我以前当过兵 所以对黄残的要求 会稍稍高一点 我们这边没有专业的能华教练 所以我跟他基本上自学 有时候遇到高养的动作 虽然很累 一遍未遍地练 但他每次都能见不下来 你觉得爸爸有点严厉吗 在家里他很温柔 但在龙花城上他很严厉 这就是我刚问他 到底是自己想学 还是父母逼他学的 他他自己开心 但你看在片子里边 还真的还挺苦的 嗯 我想许个心愿 说给我们听听看 我不想练到那么晚 你每天都练到多晚呢 就是时间才回去 每天都要这么晚 跟你爸爸说过吗 说过 我都不听 你腿上受伤的时候 也要继续练吗 嗯 我刚才看到有好多地方 你给我们再看一下 踝关节有 你看这膝关节呢 都是你看这都是伤 好多 你说你能坚持下来 其实还是很疼对吗 还有什么心愿 我想买条狗 买条狗 什么狗 拉不拉多 大狗 嗯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品种呢 累了可以吃 刚才还在哭呢 嗯 你爸同意吗 他一会考虑一会说又不满 你妈妈的意见呢 我妈妈说过有戏剧 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才说的这两个愿望 跟你们都说过吗 嗯 给我说过曾经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啊 我们说减少训练的 现在每天训练到几点 九十点 九十点 你希望到几点 八九点 你这孩子 我跟你讲做生意的时候啊 先把价格提高一点 然后再给对方一点还价的空间 你现在就说 我希望六点 这个孩子也是不会做生意对吧 他说八九点跟没说一样 能不能稍微量减一点点 嗯 可以 哇 你看 八点钟行不行 弹成了一个了 回到刚才那件事情上面 对这个养狗的这个事情爸爸妈妈怎么看 我就觉得他现在太小了 然后等他再大一点吧 多大呢你觉得可以合适 嗯 上初中吧 还有三年你能等吗 我希望现在就有 你希望现在 你希望初中 那要不然这样五年级成交行不行 不好 四年级不能再让了 这个你也替他们想想对不对 这做生意嘛对吧都好谈 你看这样四年级行不行 不行 什么事都让一步对不对 你看大门阿姨已经让一步了 你给我个面子四年级 上年级下 四年级下 上年级下 那四年级上 暑假 四年级下 四年级的暑假 这个谈判也不容易啊 你想象一下 今年是三年级 嗯 你只需要等上一年 一年 一年等不住 就像现在呀 那就这样吧 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你回头给我的两项业务 我帮你完成了一样 我 你为什么这样目录胸光地看着我 好吧 爸爸答应你 我决定了 到时候农华的时候 他可以陪你 爸爸答应你 好不好 现在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最好不要把一种爱好 在孩子心里当中 走向那种逆反 如果一个成就 不能给孩子带来快乐 没有多大价值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 再比幸福健康快乐成长 更重要的事情了 你们觉得呢 你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功劳的 是的 我都替你弹成那么个帅 你能不能给我 稍微好一点的态度呢 其实应该高兴啊 你看你眼泪在那儿默默地流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你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宝宝 它是单排轮 全国冠军 我们有请来自 陕西十全了不起的孩子 黄泉 哇 博士尼 诶 黄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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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黄泉 想是要给我们看多才多艺吗 是吗 你是自学的吗 是的 学了多久啊 两年 你参加过全国比赛是哪一年 今年 冠军啊 都没有人教你 你自学就学成了全国冠军啊 我想到国外出去散散 进国家队 进国家队啊 多大才能进国家队啊 就是90岁 我小了一岁 90岁是吧 你今天还差一岁89 你多少岁 30岁 可能 哎呀不要计较这么细了好不好 你每天练多长时间 每天练三四个小时 你跟我说实话是你喜欢 还是你爸妈比你练 我喜欢但是我 但是我练的时候 我爸爸老是凶我 那就不是你喜欢 是你爸逼你 不是 就是 是 不 这么小的孩子练到这种水平 都要经过不是一般的那种磨练 我们先来看一条片子 因为我以前当过兵 所以对黄残的要求会稍稍高一点 我们这边没有专业的能华教练 所以我跟他基本上自学 有时候遇到高颜的动作 虽然很累 一遍又一遍地练 但他每次都能坚持下来 在家里他很温柔 但在龙花场上他很严厉 这就是我刚问他 到底是自己想学 还是父母逼他学的 他他自己开心 但你看到片子里边 他真的还挺苦的 嗯 我想许个心愿 说给我们听听看 我不想练到那么晚 你每天都练到多晚呢 有时间才回去 有时间才回去 每天都要这么晚 你跟你爸爸说过吗 说过 我都不听 你腿上受伤的时候也要继续练吗 嗯 我刚才看到有好多地方 你给我们再看一下 踝关节有 你看这膝关节呢 都是你看这都是伤好多 你说你能坚持下来 其实还是很疼对吗 还有什么心愿 我想买条狗 买条狗 什么狗 拉拉多 大狗 嗯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品种呢 累了可以吃 太小了 然后等它再大一点吧 多大呢你觉得可以合适 嗯 上初中吧 还有三年你能等吗 我希望现在就有 你希望现在你希望初中 那要不然这样五年级成交行不行 不好 四年级 不能再让了这个你也替他们想想对不对 这做生意嘛对吧都好谈 你看这样四年级行不行 不行 什么事都让一步对不对 你看大妈已经让一步了 你给我个面子四年级 四年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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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年级上 暑假 四年级的暑假 这个谈判也不容易啊 你想象一下今年是三年级 嗯 你只需要等上一年 一年等不住 刚才还在哭呢 嗯 你爸同意吗 他一会考虑一会说又不满 你妈妈的意见呢 我妈妈说过有戏剧 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才说的这两个愿望跟你们都说过吗 嗯 给我说过曾经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啊 我们说减少训练的 现在每天训练到几点 九十点 九十点 你希望到几点 八九点 你这孩子 我跟你讲做生意的时候啊 先把价格提高一点 然后再给对方一点还价的空间 你现在就说 我希望六点 这个孩子也是不会做生意对吧 他说八九点跟没说一样 能不能稍微量减一点点 嗯 可以 哇哦 你看 八点钟行不行 弹成了一个了 回到刚才那件事情上面 对这个养狗的这个事情 爸爸妈妈怎么看 傻逼統这视频 那么听到呢 写然吗 Crisp花倪 ped衫好 那你没有脸 那你没有脸